根據最新民調顯示 基隆市長林用昌 他連任就職週年施政 滿意度高達了78.9% 創下新高 那麼對此林又昌表示 感謝市民的肯定 未來他也會繼續推動 讓市民有感的市政建設 仔細聆聽簡報 基隆市長林又昌 來到西七碼頭 勘查倉庫改建工程 根據知名雜誌 每年的幸福城市大調查 林又昌個人滿意度 從剛上任一百零三年的 百分之二十三點零二 到了一百零八年 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點三七 電視台民調也顯示 在今年四月 林又昌的市政滿意度 高達百分之七十一點一九 如今最新民調 更是來到百分之七十八點九 滿意度逼近八成 創下新高 因為這一年來 我們有非常多 重大的一個建設跟工程 在進行 包括我們的成績轉移站 還有包括我們 希望之秋的地標樹梯 還有大家一直過去詬病 但是現在成績已經非常好的 路平的事情 特別是我們今年整個一一路 整個重新跑鋪 那大家看到一條非常平整 然後非常漂亮的一條 這個道路 有感施政讓市民較好 像是基隆到台北市的快捷公車1579 也在日前正式通車 對通勤族特別是海大學生 可說是一大福音 做1579的話 我做阪南線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在中校東話那邊 直接換車過來阿倫橋 就是大概可以整個時間縮短 大概快半小時 而郵輪經濟的效益 在今年也展現出來 觀光人潮湧入 大大提升基隆市民的光榮感 林又長表示 未來也將繼續努力 加速推動市政建設 要讓基隆越來越好 記者綜合報導